小姐下班了 太好了 還要拍片嗎? 是啊 拍了什麼? 你管我拍了什麼? 拍了什麼? Yo 我是細眼 今天又來到私家廚房的系列 但今天只有我一個人住 為什麼呢? 因為小姐要OT 所以我要等她回來 我煮什麼呢? 之前我們已經有研究過的一件事 就是煲仔飯 應該不會失敗 因為我已經試過一次 應該不會失敗吧 那些什麼材料呢? 其實很簡單 首先要冬菇 其實冬菇我已經浸了一個多小時 另外要臘腸 這個應該要兩條 另外我買了這個雞 雞上腿 沒有骨 為什麼我買這隻呢? 因為我自己爛 我爛去咀骨 所以我會買一些沒有骨的雞扒 這樣就容易攪拌 切開它 另外我再買了白菜仔 炒菜 不關鍋仔飯的 OK 所以鍋仔飯要的就是要米 要這個冬菇 這個臘腸 還有這個雞 好 首先我們處理這個雞 我們經常買這隻牌子 就是第二隻泰國的冰鮮雞 好 拿了出來 現在就切開它 切開一塊塊 像雞扒 這把刀 就是我們住這裏 唯一用到的一把刀 其實它是一把生果刀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把刀呢? 原因是我們這裡沒有位置放 所以唯有用一把這麼小的刀 去做完我們能夠做的東西 好 就搞定了 切好了 接著要放一點東西 醃一醃 就是憑感覺去醃 我通常我自己喜歡 隨心一點 不可以拌勻它 好 現在就放在一邊 讓它自己 待一等 我們就先處理其他東西 接著就到這個冬菇 剛剛已經浸了 大概一個多小時 其實差不多 但那些水我們就會流 小姐說 用水來煲 這些水加進我們煲飯的水 就會更加香 這樣 好厲害 這刀工很好 OK 就搞定冬菇了 然後就切了臘腸 基本上預備的東西 只有這麼多 兩條的臘腸 有些人會整條放進去 就是煲飯 但我們的電飯煲沒有那麼寬 所以就放不到 所以就 我會切開它 搞定 現在就去洗米了 我已經洗好米了 剛才我說過 我們用來浸這個冬菇的水 就流回它 我們就會加進米 這件事是小姐說的 我不肯定是否真的 大家未必一定要跟我們這樣加進去 是沒有根據的方法 是別人朋友教我們 我們是要先煲 煲到差不多 等到米開始收水 我們才會把剛才的材料放進去 好 準備好東西 就要等那些飯煲一煲 等待的時候做些什麼好呢 我就想聽聽歌 這個就是Cassette機 我有一部Cassette機 可以聽 這部機可以聽到聲音機 之餘可以聽到Cassette 還可以做這個藍牙的喇叭 我選了一盒來聽 這一盒就是 我人生小姐第一次送給我的Cassette帶 就是來自韓國的一隊樂隊 叫做Adoi 看不到它的名字 不過現在越來越多人 開始玩Cassette帶 我小時候 有些教科書 就會有一些Cassette帶 或者是CD CD我們也會操作 還有有些朋友會問我們 為什麼你們又買黑膠 又買CD又買Cassette 其實上網便可以聽到所有歌 我自己也有付錢去買一些串流音樂 我自己是用這個KKBOX 都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你擁有實體的一些音樂的媒介 CD也好 Cassette也好 黑膠也好 是不同的 你是擁有了它 你喜歡怎樣聽都可以 有時候 譬如我現在用的KKBOX 有時候 歌曲是會下架的 當然很熱門的歌曲是沒有下架的 我又沒什麼很追求哪一個明星 或者很追求哪一隊樂隊 只不過我會覺得Fibes很適合 我多適合聽 我就會買來聽 好了 原來我剛才已經等久了 它已經差不多收了水 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始放一些食物 要快手 不然就趕不及了 現在就快點切下去 這些冬菇和臘腸 其實我是很隨便好 糟了 你看 太多了 我這個飯煲真的太小了 其實 如果你家裡有一個大一點的飯煲 當然同意解決 那就應該如無意外就完成了 我想不會失敗吧 搞那麼多東西 難道我失敗 應該怎樣都吃得下口 可能是東西太多 我想說 都是不太熟 但是它慢慢開始熟 唯有再reheat多幾次 好了 今次應該可以了 OK 先看看 應該熟了 都算是幾成功的 應該 好 現在等小姐回來 插菜就可以吃了 小姐放工了 好厲害 怎麼拍片的 是啊 拍了什麼 你管我拍了什麼 我拍了什麼 拍了什麼 私家廚房是我自己煮的 是我自己一個人 第一次煮吧 不是第一次煮 是第一次煮 你沒有煮過飯給我吃 神經病 怎麼沒有煮過給你吃 都說到我不會煮飯 你現在看看 你有煮過早餐給我吃 你現在看看 你看看這個 不是一般人做到的 你看看 煮得多漂亮 很輕鬆 喂不要那麼噁心 好了現在我們就炒菜了 很簡單 好啊 差不多了 好嗎 現在是晚上的12點 我們終於可以吃飯了 這個就是我煮的 今餐全部都 我們會加上這個煮仔飯豉油 去吃的 雖然肉也有醃度 但也要加一些煮仔飯豉油 才會好一點 因為小姐卸妝 所以就不認小姐的樣子 喂不用提及這句話 我會剪掉 OK 非常簡單 連我都可以這麼簡單 就做得到 好 那試試吃 是多了少許水 因為中間有一段 我要不斷重熱的時候 我就怕太乾水 所以加多了少許水 好入味 所以在家裡可以試試做 我只有電飯煮都做到 還有用那把這麼小的刀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應該沒什麼難度 我們下次再看看有什麼可以煮 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 有什麼其他可以煮 就可以推介一下給我們 因為我們沒什麼 沒有什麼工具可以用到 好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